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就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入婆媳打开视野 一日的收看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台铁的意外 我们愿逝者安息 伤者平安 也让家属得到安慰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要锁定 包括了中美对抗之下的 博鳌论坛 菲律宾向北京 预告南海要升温吗 联合国警告缅甸要爆发 大的屠杀 还要观察的是 每一日韩之间是同舟共计 还是各怀鬼胎 接下来三位来宾 包括了前理委雷倩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 以及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 刘彬永老师 大家好 来看马上要登场的 4月18号的博鳌论坛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停办今年20周年 大人议题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主题是 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因 几个面向包括了 解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 跟亚洲发展大势 一带一路合作等等 我们列出了表给大家看 那其实呢 讨论这个论坛 背后有几个重要的时间序 我们拉出来一块讨论 就看这个论坛 会有什么特别关注的亮点 包括了前段时间 中美互相在阿拉斯加对抢之后 也包括了 他们各自会去拉盟友 大陆两会之后 王毅跑了一趟中东 又在福建跟东协的 四国的外长见了面之后 也因此马上即将端台的 这个博鳌论坛就关注到了 在我刚刚提到这几个 时间点发生不久之后 举办的这个论坛 也算是中国大陆 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了 所以庆典你认为 我们可以带观众一起看的 要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对 我觉得中国大陆 每次在比较重要的 外交主场的时候呢 它都有特别 可以登板的东西 那像刚才您念了说 它是这个 共襄全球治理胜举 合作一带一路最强音 如果说你仔细去看 它这个六大议题的话 那前面有一部分呢 像解读中国 就是要明确的说明 中国大陆它在改革开放 包括它的秩序 还有它在全球 这个接轨的部分 它做了些什么事情 没有做什么事情 甚至如果美国 真的要挑衅的话 要讲新疆棉花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吗 然后把握世界变局 和亚洲的发展大势 跟一带一路合作呢 都是以中国大陆的 proposal 它的提议为核心的 一种亚洲上升主义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下面那一段就是跟着 一个上升的亚洲里面 要去处理的产业的变革 技术的革新 以及共享发展 那这些东西呢 中国大陆又有它 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贡献的地方 所以我们回头去看 就是博鳌论坛本来的想法 就是亚洲的达沃斯 那达沃斯原来是在做 一个经济的发展 他们最早的时候 讨论的是把利害关系人 利害的stakeholders 利益关系者 全部都纳入的一种治理方式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呢 政治的手无所不在 所以当美元脱钩 第四次的中东战争之后呢 政治人物就加入了达沃斯 成为达沃斯的似乎主角 那达沃斯越来越多的 在讨论的是政经局势 就是政治 世界的政治跟经济中间的 这个交集的部分 那这一次要看的 我觉得他所定的这些题目 尤其是在14.5 和这个2035愿景之后呢 他定的题目就很紧 就是说虽然你有政治 可是政治的部分 是属于治理的部分 管理的部分 管制结构的部分 那他回头来就和紧紧紧紧的 纳回这个如何去共谋发展 从经济的角度 从每一个不同的经济体 他原始的发起人 跟新加入的这些人 他每个经济体的需要的角度 看看有没有一个新的方式 可以去看亚洲的上升 那刚才永刚特别讲过说 他这一次的是线下为主嘛 我们看到大陆的也是说 这是在2020的疫情之后的 第一个比较大规模的 实体的会议 线下的实体会议 那也代表了他对于抗疫 检疫防疫这个部分呢 有一定的信心 不然的话 你把全世界这么多领袖 现在据说有十国的领袖 那么多的领袖 这么多的经济的CEO 全部集中到一起 然后造成了pandemic 大流行的话 那怎么样会造成 怎么样可以展现中国大陆 在这一切上面的进步呢 那么我常常说 在刘老师比我还熟 就是在亚非不结盟运动的时候 在1950年代 那个时候的想法 跟现在中国大陆想法 对于其他的国家 其实并无二致 但是亚非不结盟运动不能成功 是因为你没有一个亚非国家中间 一个庞大的经济量体 它可以在自己发展的时候 提供给其他的这些后发展国家 一些经济机会 所以它还是在 我们大家亚非可以不结盟 但是我们还得仰仗西方 尤其是OECD国家的 鼻息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取得我们的经济发展的 那个大结构里面 那博敖呢 现在在一个新的大结构 这个大结构里头 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中国大陆 它的GDP至少已经去15兆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同时它在科技发展上面呢 可以在后面右边这个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 跟那个全球治理上面呢 都可以有它独特的贡献 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 做庄的博敖 我认为在经济上面会很实 是实打实 在抗议上面也可能是实打实 在治理上面更会是实打实 要不然也没有心情去召集 这么多的领袖一起开会 大家一起生命怎么办呢 你刚刚提到一个 因为解读中国 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就是什么议题都可以谈 包括像新疆 包括像中澳之间那些矛盾 我好奇的是过远你来看 澳洲也是主要发起国之一 这个论坛一开始的时候 这一次你觉得 澳洲什么都是 RCPS也是 你觉得这个 专门以这个包括了企业家 还有领导任务为主的 这样一个论坛当中 澳洲会开炮吗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三大论坛 澳洲就是欧洲 他们也想要有自己的主体的声音 那美国就是G8吧 或者是世界银行 或者是以前的三边委员会 那就是美国自己创的 那这个博鳌论坛如果没有中国 当然也搞不起来了 那中国的底气当然就是 它是134个国家的最大防御伙伴 然后用一带一路串了亚洲非洲南亚跟欧洲嘛 这就是它的底气嘛 我的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才 又把澳洲的红酒加征了百分之两百多 那这是澳洲 也有很多企业家参加 是啊 那会透过这个论坛 你觉得会有什么火花吗 个别抱怨是不是 个别抱怨有可能有个别发言 可是不会是主题嘛 不会是主题 因为这个主题可能是 习近平可能会来致辞嘛 然后 其他可能是各个分组会带开吧 应该会这个形式啦 所以个别抱怨可能会在个别的组里面 那因为大家会注意的 还是倩姐刚刚讲的那几个大主题 当然台湾角度要关心的就是 台湾在这个论坛当中 会有什么样跟对岸的一些交流的机会 目前看起来不知道谁去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要去 对 我就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线上参加 所以就没有这个 我们是线上参加 走劳运线的机会 以前都是肖万长这个两岸共同市场 现在是张火森嘛 对 张火森他已经讲了 对对对对 他说因为疫情 对 所以他就是用视讯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他国家就没有疫情的关系啊 其他人家国家领袖照上去啊 我再补充一个背景 因为前段时间包括了美国的将领啊 等等的市警 说两岸之间有多危险多危险 六年之内攻台等等 那习近平是不久前上礼拜 才在福建视察的时候 讲到一个两岸之间 目前要融合发展的新出路 希望能够找到这条路 要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等于是把一些西方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这种 两岸紧张或攻台论 比较降温的感觉 也在这个博鳌论坛之前提出来了 那你觉得这次还是没有任何 透支党论坛有进步更多的机会吗 以前博鳌论坛向外长去是 即将上任的副总统 胡敦义也是 他跟执政党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他们去那个时候 还有点代表准政府的代表 那现在 现在完全就是 没有这样的氛围跟可能性 所以张火生去 他跟政府又没有直接的代表关系 所以会有点尴尬 可是蔡政府经常也会用 特别顾问或特使的身份 现在运作也来不及了 我是说没有肖安长跟吴敌那么自然 那个分量跟自然程度都不一样 春暖花怎么开不知道 不过这个论坛当中 中方已经讲了会跟美国企业 有座谈的机会 请教一条刘老师 因为波音就已经呼吁了 美国政府每次在谈人权的时候 可否跟贸易分开来一点 因为对于在华要经商的美国企业来讲 这段时间非常的辛苦 你看北京怎么会如何来运用 美国企业这样一个角色的扮演 如果纸巾不正 还有这种空间吗 这个到底这些议题是不是刮钩在一起的 我觉得完全是个战略 这没有什么理论 没有什么理论 首先我们先讲 战略就是机遇论 你说就北京来讲 北京很明显的是想把这个政治经济分开 然后分化一下美国 让你美国最常就是让你这个企业 你觉得说 所以波音就讲说 如果我们还一直把那个人权的问题拿来 然后阻挠说让企业进入中国的市场 这个影响很大 这市场将拱手让给欧洲 对不对 让给空八等等 所以他希望说是经济跟这个人权是分开的 可是你要晓得在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议题是分开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个气候的问题 凯瑞就讲了气候归气候 那气候大家需要跟中国合作 可是气候的问题之外 别的问题是没有挂在一起的 不是说气候我要中国合作 别的事情我做什么让步 没这回事 那么美国拉着欧洲 美国也说我拉着欧洲一起对抗中国 可是北溪二号这个油气管的事情 我该制裁德国的还是该制裁 这是两回事 所以北溪二号跟这个美国拉着欧洲 就是分开的 那你说这好像分开了 可是中国大陆呢 他又连在 有的时候又连在一起了 完全是主观的选择 你就选择嘛 比如中国大陆有时候又连在一起 比如说你说如果说今天 这个他跟波音做生意 波音做生意 然后是跟美国企业做生意 然后美国企业或美国政府 或者怎么样 他批评中国的人权 或者说美国企业用了新疆棉 比如说这样子 你不能说又在我赚钱 又批评我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赚钱和批评 中国又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我说这没有什么理论 他看到他们实际的状况 我既然要连在一起就连在一起 要分开就分开 那现在就看拜登政府是怎么看法 那拜登政府当然觉得说 人权 他讲的对中国大陆 好几次讲美中的对抗 就是人权 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你说人权 那你说为了让波音去 然后美国在人权方面 就不怎么样的 就睁着眼闭着眼 我看也比较难 因为他以前话已经讲在这个前面了 所以人权问题很重要 那现在就是看美国的这个波音 跟拜登政府 到底有多少的游说的能力 中间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模糊的空间 要是没有空间的话 那就还是个难的 没有空间的空间 都没有空间 都没有空间 有没有空间的空间 黑色相对的 为了 planeta 明镜需要提供的空间 你们所谓的空间